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天A级输掉比赛对他们的打击不小 因为他们刚刚落地线下主场 俱乐部的高层肯定都很重视 还特地避开了Estar这样的强队 但A级依然没能拿下 赛后老板飞飞也罕见破防了 有网友爆料飞飞在CF那边的直播间 直接给月光打电话大骂月光 然后飞飞今天又发文 让教练组认真复完总结问题 可以看出飞飞的容忍也是有极限的 月光恐怕要触及到飞飞的底线了 记得第一轮连败时飞飞就让教练组认真复盘 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出什么改变 另外昨晚的评论席透露了另外一件事 TTG和狼队打比赛时 SK教练带着Estar全队在直播观看 好好研究墙体 或许这才是教练组真正该做的事 本赛季除了猫神的争议比较大之外 月光的争议仅随起后 主要是他的轮换和BP 就拿昨晚最后一举的BP来说 他自己禁掉了篮 然后居然拿出个盘骨 这是让盘骨去缴些谁呢 连路人都能看懂的BP 月光作为专业教练他会不懂吗 另外是中单的轮换上一直存在争议 A7花了500多万引进九成 绝对不是为了让他来打踢补的吧 月光在回归的时候阵仗很大 并且赛季出的时候姿态依旧那么高调 这次输给了佛山GK之后 月光明显没有之前那么自信了 赛后采访也不来了 要说他心态崩掉倒也不至于 以他的性格只需要一场胜利 就能重新戴上嚣张面具 小伙伴们认为月光离飞飞的底线还圆吗